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我们常常讲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可是现在它已经不只是对台湾非常重要 它对美国来讲更是对抗中国最重要的武器 因为现在一个成果出来了 F35全面提升 F35我刚刚讲它程序已经非常久了 可能没有想到它最近全面提升它的电站系统 它全面提升它的电站系统 只用了四分之一的金额 居然提升它的整个功能25倍 它的电站系统 它的雷达系统 射控系统 全部的都跟过去非无效阿谋 所以师兄 现在从F35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晶片的武器时代已经来临了吗 而且现在透过F35 它改装了台积电的这个武器晶片之后 它对于跟中国的差距 真的已经拉到中国赶不上了吗 王姐 为什么晶片这么重要 从美国最近在升级这个 F35是目前地表上最强的战机 你就可见一般 那它们现在有一个TR3的这个新的这个电脑 这个等于是说 把过去F35的CPU把它重新更换 它们现在做一个测试 CPU全部更换 全部更换 它们进行一个50分钟左右的这个成功试飞 那试飞完了这个结果之后 它们得到了这个效能的数据是这样 它都新的这个TR3的这个主架构弄上去之后 它整个处理效能是过去的25倍 但是它成本的只有过去的只有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它几乎是相当相当强悍 那你知道这个四飞远这个美国的空军中键 它说什么 TR30 F35的计算核心现代化 几乎影响了飞机的所有功能 它讲到所有功能 然后它里面的TR3会影响 这个你想说那CPU改变它会影响到什么 我跟大家讲新的感应器 还有搭载更多的武器 还有更强大的资料融合系统 还有跟其他平台互相作业的这个 这个共通性 还有提高跟空中地面网路上相关的联系力 这些全部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CPU 你强大的CPU我就说增加25倍 这是个非常夸张的 而且四分之一的成本增加25倍的功能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吗 F35在未来新一代的时候 它成本反而可以更低嘛 所以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F35A还有F35B以及F35C 它未来都会开始进行一个大改革 那这个大改革之后 未来新的这个各国订购到了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新的F35TR3的 这个新的电脑骨干 那个战斗力将是大幅的提升 一个要进到不同城市的一个局面 而且你想说这个改变居然是根本性的 而且台湾完全参与在其中 这是它旧的插槽 一个一个插槽里面 可是这个新的完全都不一样了 对 这个是TR3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部位 核心部位 事实上它没有一个处理器 它是用很多个处理器在这里面 那这就是所谓的IPC IPC就是工业电脑这样 那它一个一个插进去 一个一个插进去 因为它要处理不同的 可能一个IPC是处理这个武器的 处理这个电通讯的什么 一个这样插进去 形成这样一个旧插槽 保健那这旧插槽 他们过去的用的是很大片的这个PC 这个过去来说 如果你仔细去看里面来说话 因为这个F35援墨是 2007、2008年的时候 有更新过一次 所以它用的其实是过去 可能用这个200奈米 或是几奈米 200奈米 很旧的这个产品 那你知道这个产品来说话 他们过去一段时间 IPC处理能力是 400亿次的这个操作数据 可是你知道吗 事实上目前的iPhone X iPhone X的这个A11来说话 达到了次数高达600亿次 6000亿次 处理速度是差了12倍 也就是说你再怎么样的话 你居然还比不过一颗 iPhone X的A11 F35以前ICP的这个处理器 每秒400亿 现在iPhone是每秒6000亿 那现在最新的F35 也要跟上6000亿吗 当然会跟上去 因为你只要把CPU更换之后 就完全不一样 那你用的是最先进的这个制程 比如说如果这个 如果猜测的没错的话 它这个ICP里面的这个CPU的这个用法 搞不好可以用到台积电的14奈米 或是16奈米的产品来说 这整个效能会慢慢的增加的非常非常快 为什么 因为你根据摩尔定力来说的话 你18个月 这个整个CPU的效能就会提升一倍 所以你看这个 那么就2008年09年的这个CPU 跟现在当然天壤之北 它现在插上去的时候 这个完全功能会变得完全进化的一个水准 而且你说现在不只是说只有F35以外 其他就全面提升了 对 我跟你讲 除了这个你里面的雷达用到 你里面的这个TR3 CPU用了这个最新的处理状况之外 所有东西都可以用最新的技术 保险那雷达也换的不一样 雷达来说它升级的一个叫做 APG85的这个新型的雷达 那这雷达来说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用了一个叫做第三代半导体的氮化家 我们讲到说为什么美国要封锁这个中国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因为这个氮化家这些东西呢 它就是在发射出一个讯号源 它发射讯号源 你越强大 就是第三代又比第二代强大很多 你可以发射的讯号源越广化 那告诉你什么 我可以侦测到范围更大 范围更大 所以它这等于是说 它可以把它整个范围弄得更大 而且它的辨识度会辨识的更准确 所以这个新雷达下去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它还有用新的武器 现在武器就是GBU53B的这个飞弹 这个叫做破风者的这个飞弹 它这个破风者的飞弹是要精确的这个制导 也就是说它飞出去的时候 它可以在任何的天候状况之下 都可以击中你 但它需要的是一个精确的制导 制导来说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F35的电站要升级 因为我可以精准的制导你 让你标准的命中到敌人的任何的这个角落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在F35里面 所以我一发出去 这个制导的飞弹就可以追踪 等于说我是飞机的本身 我的整个射控的本身都有提升 对 那因为它这一个炸弹里面来说 也有相关的这个电子的元件 在那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说你透过 我们刚才讲到 为什么它要升级 它整个这个所谓CPU 因为我不是只有我自己 它未来F35是一个作战平台 一个作战平台 你本身你就要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我们就说AI人工智慧 它就在上面 那如果越强的晶片 我当然人工智慧会越强 我可以做 搞不好我在当时 我就可以分配任务给你 谁要怎么发射 所以然后事实上 这个整个升级来说 为什么美国会说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故事 因为这台战机升级起来 真的是战斗力会高得吓人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美国之前刚刚讲 我要硬是要掐住 中国半导体的这个咽喉 我就是让你的军方的半导体 不能提升 当时你还不懂说 你说这个动作到底干嘛 你中间的差距到底干嘛 你现在如果从F35上来看的话 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F35我可以用淡化架 我可以用最先进的晶片 我如果每秒钟 可以进行到6000亿次 那我就跟你 中国不可同日而言 为什么这个对美国来说 非常重要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非常恐怖的数据 目前因为中国的这个 包括说殲-20等等飞机 是最近才发 才研究 研究出来 所以它的晶片处理速度 居然比较好 我们现在比一下 这个殲-20跟这个F-22 F-22 因为它是1995年 96年就已经出来 所以它用的是500奈米的制程 500奈米 500奈米制程 那你知道因为这个 这个殲-20是这几年 所以它用的是什么 它用的是28到45奈米左右的 中国产的浑星2号A的CPU 差很多 当然了 你是500奈米 我是25奈米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我光是处理速度 就比你快很多 浑星2号A 它是25到45奈米左右 然后后来它用雷达 是用华瑞1号 用65奈米的这个状况 然后军用电脑 大概用的是45奈米 所以它整个呢 甚至北斗卫星 用的是130奈米的CPU 听说最近要升级到22奈米 所以它的这个晶片 都比你从美国先进很多 真的假的 目前为止 字面上是这样 所以美国为什么要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 为什么要希望你台积电 多做一些 因为我现在都要把这些 它要全面更新 要全面更新 全面更新来说 我当然要打着你 因为我就要让你停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用到最先进的日程 但是你不行 好 那你知道为什么这样 因为美国虽然说 他们现在目前为止 是全世界最强的战力 可是它有时候用的CPU 其实比我们想象中 都还落后 比如说2001年 送上的这个E1号 它用的是1998年的这个CPU 它目前为止来说 是1998年 当时最先进 可是问题是现在 处理速度根本就差很多 而且那时候是250奈米的 对 那是根本差很多 那你知道核武器 那听说他们核子武器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Window 酒吧的系统 还是用DOS的系统 而且那他们 听说他们要发射的时候 因为还找不到那个磁碟片 因为磁碟片现在被淘汰 所以那样 事实上美国 虽然说军力看起来很强 可是他们也知道 很多电站 很多晶片 他们其实还是需要 经过一个升级的这个程序 对 之前我们现在讲的 美国一直需要 台湾的晶片 非要台湾电 去美国 亚利桑塔以后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现在越来越清楚 美国的武器 原来比我们想象老旧很多 因为它很多是二战 二战之后 冷战时期的 他说他现在连核打击武器 用的软体 第一个 你不但是磁碟片 还有你有这些系统 是DOS系统 所以他现在很极致 我要赶快提升 我要赶快提升 我要大量快速的晶片 这个时候 除了台积电以外 没有人可以应付 这个当然美国 他的武器是很先进 没有错 但是那是在军火商 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门来讲的话 他跟军火商买先进武器 他需要预算 但是国防部门 有很多老旧武器 还留在美军里面 所以这些美国的老式的武器 他怎么把它更新 晶片就是最重要了 所以他当然 DOS系统 就是太夸张一点了 因为那是非常非常老旧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 已经要进入到下一个世代 你那些东西是跑不动的 软体跑不动的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F35那么厉害 因为他等于是 上帝的视野一样 他可以整合所有的 这个卫星系统 还有整合所有的 这个无人机 所以你看到 当你在进行这个飞行员 进行这个F15驾驶的时候 其实对对方来讲的话 他不需要任何去锁定对方 所有的卫星都提供相关的讯息 那就要靠什么 靠晶片 靠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技术 所以对他来讲 下一个世代的战争 下一个世代的这个AI的 是个战场 全部都是要靠这个晶片 演算速度要非常快 所以对这个美国来讲的话 怎么让他的军事革新更强化 因为中国一直在跑在后面 但是你中国如果拿到这个东西 关键的晶片来讲的话 他速度会跑得比美国快 因为他模仿的速度 还有他制造的速度 绝对比美国好 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只要掌握这个东西 那把中国断掉 这时候呢 他接下来不要让中国 弯道超车的动作 这时候美国还是可以独霸一方的 好 那我刚才讲 F15那个太夸张了吧 我只用四分之一的成本 我可以达到25倍的一个效力 而且他可以让F15 F15已经成型了 已经在运作了 以中的一个飞机很重要 是你的喷射系统 你的整个手维的定位 没有了 最重要是跟晶片 晶片一改 脱胎换骨了 是 那个动力系统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晶片来讲的话更加重要 因为它基本上 我刚刚提到 涉及到演算法 涉及到运算法 所以涉及到跟其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来进行串联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所以当你对方来讲 还在这个摸索的情况之下 这个时候他已经演算出来 该怎么进行下一场的战斗行为 这时候这个飞行员 都会接到这个电脑指令 所以我们说 这个美军来讲的话 他现在在这个战场上面 所要做的事情 他不是单纯只是 就像特斯拉一样 他这个车子更不是车子 他是电脑 他不是电动车 他真的就是一个电脑 所以电脑他演算的方法 也要速度快的话 就跟救醒的汽车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 在现在的战争当中 你先什么 那个米格 或者是说苏战 苏系列的苏凯三十的战军 你看美国正在摸索 因为为什么 中国他不断的自己在研发 把苏系列变成阶系列 阶系列来讲的话 他很多东西想要去超越美国 但是中国除了动力之外 最差的还是在他的演算法 所以现在美国掌握的这个机片 就是掌握的关键的东西 那你在过程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一些事情 美国常常跟要求 比如说在日本或是美国 他会跟其他的有苏系列的 就是苏凯战机的这个国家 来做演练 干嘛 全部都在了解中国 他现在手上所拿到的 这个苏系列的战机 他的这个战力到底多强 所以你看到上一次 在两年前的时候 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 跑去南海 跟马来西亚的这个苏三十 来进行演练 那时候中国非常生气 马上派到苏三十 马上穿越跑到 马来西亚的婆罗中 上面去绕一圈再回来 警告马来西亚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事情 然后最近来讲的话 是日本跟印度 日本跟印度来讲的话 用苏三十也是来做这个演练 那你想想看 俄罗斯他卖给 所有的国家的苏系列当中呢 卖给中国是最差的 卖给马来西亚 跟卖给印度是 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如果这个好的地方 美日都能够掌控的话 未来在这个台海战事来讲 老共如果出动 苏系列的战机 或是他用他的 接系列战机 弱点全部都被 美国日本看得清清楚楚 那另外就是博明有讲 他说印太司令的 这些军事部门 是不是真的有 介入台海的军事计划 他居然讲yes 而且不止一个 对你看之前来讲 印太司令 以前叫做什么太平洋司令 他其实有历届 三个任期的司令官 都已经告诉你了 说他们都在备战 他们准备战争 其实大家好像不相信 地心舰队 或者是说印太司令 到底有没有在备战 今天白宫的前 副国庆就已经出来证实了 他说什么 已经早就有备战的方案了 而且不是只有一套 但是有好几套 但是这一说细节内容 是怎么做 他不能跟大家讲 所以他基本上 所透露出来的代表 什么意思呢 印太司令部早就已经 把这个剧本全部都写好了 剧本写好了 对不是单独只有CSIS 他们的智库 做的那些剧本而已 因为剧本来讲的话 切掉很多变数 但是对这个什么白宫来讲的话 他们更重要是实战的效果 所以对印太司令来讲 他们现在呢 他们有打仗准备 而且就在备战 都在打仗准备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他们不是说 他们不是说这个什么 窝在这个消瘟 他们就好像这个 前面来讲的话 就交给日本 交给韩国 不是 他们整个已经就在 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才讲到 台湾缺什么 台湾需要 不能形成一个破口 美军他知道 台湾要填补什么东西 为什么最近的 美国跟台湾来讲的话 那个军售那么绵密 然后那么 卖给台湾的武器 有些东西突然间以前也没听过 有些东西以前来讲的话 根本不卖给我们的 为什么现在都要卖给我们 都是在补足 这个第一岛链当中 不足的那一块 所以现在美国 印太司令早就在台海部分呢 已经做好备战的准备 唯有备战才能够止战 好 瑞德 现在我们也买了 我们也新购了很多的飞弹 而且一口气 我们F-16上面的飞弹 又增加了很多 这都跟CSS 还有跟美国的想定有关系 没错 那么事实上在这一次的 美国智库的相关24次的兵推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 台湾孤立无援 还是美日援救等等 那么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反舰飞弹还不够 我们的反舰飞弹还不够多 台湾的飞弹已经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那么对岸如果要过来 要攻过来的话呢 他们的舰艇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反舰飞弹还要更多 那么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本来宝洁记不记得 我们不是跟美国买了400枚的 射程120公里的 这个鱼叉反舰飞弹吗 本来都要放在我们的台湾本岛 现在除了台湾本岛之外呢 要把部分的这个鱼叉飞弹呢 直接改放到澎湖的西雨去 那么提高相关的反应的众生 你想想看 如果把这个鱼叉飞弹呢 再放到澎湖去的话呢 那么是不是除了台湾西部本岛之外呢 我们的拳头可以打得更远 对 那它的射程大概120公里嘛 也就是说在澎湖的外海 你划一个圈 120公里之内的共军的这个军舰呢 我们都有可能可以打中啊 那除此之外 现在雄山飞弹啊 雄山飞弹包括现在正在征程啊 征程从200多公里呢 要征程到400公里 雄山飞弹从这个所谓的 那么海军的军舰发射以后呢 那么以后的这个真程型呢 将会设法解决问题呢 放在飞机上或是放在陆地上 那么一年大概可以现在呢 增加到70枚左右 然后呢 除了这个雄山飞弹之外 雄二飞弹也是反舰的 跟这个所谓的射程 超过1000到1200公里 就是号称可以打到上海跟北京的雄山飞弹呢 一年大概现在拼命增加到131枚 这两种加起来 应该说三种 加起来一年是201枚 不过宝洁你知道 最近在过年前后会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最近老是有中共的相关的 动五五 动五二 动五四 都出现在我们的东北角 或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说东南角呢 因为在过年前后 我们将密集的试射 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雄山飞弹 这个雄山飞弹以后呢 不是只有单纯的行律飞弹 为什么它会扮演某种程度角色的 它的弹头不是单一弹头 单一弹头我们这次看到的 包括是美国的战俘寻飞弹 还是这个俄罗斯的相关的飞弹 就是一颗飞弹打撞的话 大概是把整栋大楼的建筑物给击毁 这个是单一弹头 以后我们的雄山飞弹 里面也会有子母弹 就跟万箭弹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它一样飞到对岸去了以后呢 攻击对岸的指挥所雷达站 这些都可以攻击 那么事实上除此之外呢 那么我们这一本身 在三天前公布了一个 大概是400多亿 这400多亿是空军的 空军以这个F-16V为主 然后各式各样的飞弹 其中这个AIM-9X响尾蛇100枚 这其实台湾本来就有了 加购100枚年底会到货 然后还有空射型的 还有AGM-84的鱼叉2型的 反戒飞弹60枚 那么还有包括AGM-54C 我们本来就买了 这华翔式的这个飞弹呢 会比较晚交给台湾 不过其中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是 这些交易400多亿里面呢 有一笔128亿的飞弹 它是远距离的 但是方面是空白 为什么呢 所以表示我们现在正跟美国 我积极在谈判争取到 我一直在本节目讲了很多次了 AGM-158或是AGM-158C的 相关的半立宗飞弹 你知道为什么要特别购买这个飞弹吗 这一次在24个美国智库的 相关的这个兵推里面 其中有一个兵推非常重要 美军就是用AGM-158C跟158 这两款的飞弹呢 半立宗飞弹呢 直接把中共相关的解放金的 相关的包括船舰在内这些东西 给摧毁 所以如果真的要提升台湾的战力 如果真的要提升台湾对付 那么共军即将要侵台的 相关的这个船舰的飞弹的话呢 事实上美国只有卖我们 AGM-158跟AGM-158C 因为这个半立宗飞弹 那么以现在的中共的 相关的飞弹反应系统啊 还很难抵御 之前你一直在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到底是战略模糊 还是战略清晰 现在你从博明 现在从美国军方 甚至今天他新的 这个众议院的议长 所以说 已经没有战略模糊了吗 现在全部战略清晰了吗 甚至人家问得这么白说 美国印太司令部 跟军事部门 有没有介入台湾 台海战争的军事计划 有 而且不止一个 不但不止一个 我还有充足的计划 美国总统拜登忌口 多多讲 是 对呀 台湾都要出兵台湾嘛 那到底做不做得到呢 不一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现在政客的话 或是这些学者的话 都有保留空间 那美国会不会改变 战略模糊的 这个 现在会不会改变 战略模糊 到战略清晰 我可以很负责地跟大家讲 在可见的未来之内 不可能改变 还不改变 改变这个干嘛呢 他现在 要改变这个要很多条件 但是必须他要对中方 要有绝对的优势 他有绝对优势吗 我们不是前两天 CSIS做了一个兵推吗 对 兵推结果是怎么样 会变成美国产胜 三败巨伤 我不要讲巨伤 我就讲一个例子 他说有两艘航母会被打掉 对 你认为美国人看到有两艘航母 会被打掉的 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 美国会出兵吗 还不会吗 当然躲起来了 我神经病 我跟你打了 我会有两艘航母被你打掉 你知道那几百亿几千亿不见的 我还说美国地址损失五六千人 那开玩笑 对不对 美国会干这种事 美国看到会在台湾打仗 会损失他的 他美国的子弟兵 跟美国两艘航母 这种损伤的话 他的选项跟我们不一样 他就不要来了 那CSIS为什么还把这个资讯给丢出来 CSIS是 他们是一个办学术机构 他是顾问公司 他还收钱办事的 他每天好玩的搞一搞 这都可以搞 他也可能有军火商在后面 帮忙鼓励 也可能用这种东西来逼到台湾政府多施点压力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政府好像很麻痹的样子 我们现在天不怕地不怕 我们什么 就我们最不怕就是怕中共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状况 他一直不断地对台湾政府施压力 包括我们的加强我们的兵力 加强我们的军售 最多现在已经要求到 要用我们的外汇存底去买军火 这个消息都出来了 外汇存底都要动用了 他说因为我们说没钱嘛 没钱 没钱就外汇存底啊 你多得很了 怎么没有钱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中美台三方关系的一个变化 但是全球格局 美国要在这个经济跟安全议题上面 压制中国 这是不变的事实嘛 而这个事实是越来越激烈嘛 那现在目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你要注意到就是说 不是在一两年前有人去推算过吗 说中共 说中国 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2031年的时候 他们的GDP会超过美国 变成世界第一大国嘛 那现在还有这个说法嘛 没有了 没有了挂掉了嘛 对不对 所以那目前是21兆比17兆嘛 21兆比17兆里面 21兆的美国的生产总时的科技含量 跟整个掌控世界的能力 跟他17兆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拉大 好那回到军事逻辑上很简单嘛 你看很简单就是说 他现在科技的能力不断加强 而且不断的用他的商业科技去改变他的军事科技 所以成本就大幅度降低 没错 那是第一个 我们很早就讲过这个事情 对不对 他每一个工人不断提高 成本不断下降 就是我们讲过嘛 IC是什么 IC产品嘛 你能够设计出IC来 IC做得出来 那我产品就出来了嘛 那现在就是F35就是IC嘛 就是概念已经不断的 所以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的力量 不是看你有多少炮你有多少钱是你的演算能力嘛 美国的演算能力包括 他为什么要控制晶片 就是远远的领先的中国 所以中国现在比较不较 不敢不可能 所以昨天奥斯汀那个美国国防部长不是讲了吗 他讲说什么2024 2025 他说我有注意到中国的军力不断带提升 但是我很难能够接受他有能力攻打台湾 所以这是事实嘛 这短时间之内 我认为安全议题上 美国还是独步全球 所以士通 我们看到了 纽约时报说 美国必须要打赢这场晶片大战 但是呢 我们说的不只是半导体产业而已 我们说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没错 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来 中美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 这时候呢 美国都一直在想说 中国现在占有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就陈寅你知道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数量比例多 就太多了 对 比如说以海军来说 海军目前呢 中国的整体的这个数量 已经到了三百四十艘的这个军舰 美国全国架起来只有三百艘 问题是中国可以全力出动 来攻击这个台湾 但是美国不可能 所以在整个 若中美作战的情形之下 中国绝对是以数量压过你 另外一个 中国现在的空军的这个数量啊 或人民军 人民解放军的数量 都是比你多 所以你知道 数量本身它就是一种优势 那根据美国未来战争研究 它就说了一件事 我不是说数量比较少 但是技术比较优的舰队 绝对不是大型舰队的对手 我只是说 这样的例外 在过去一千两百年之内 只出现三次 也就是说 在过去一千两百年里面的作战里面 都是数量多的赢 都是数量多的赢 对 只有三次是 因为数量少 我技术优势才赢 所以现在 美国面临到一个局面就是 它数量 绝对不会比中国更多 所以 它唯一要赢的方法就是 我在技术上面赢过你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拜登会一直在对中国的晶片下手 因为他知道 我只要封锁你的晶片之后 我就可以在技术拉开跟你的差距 所以你看 纽约时报写得非常清楚啊 美国必须打赢这场晶片大战 因为晶片大战不是只有科技 不是只有真正的经济之战 而是真正的国力 还有国防之战 所以之前我们一直看到说 美国一直在讲求这个所谓的半导体企业 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军事考量 对 没错 我们就讲这一次大家都在讨论的 这个美军的这次的CSIS的 这个报告里面 那这CSIS的报告里面来说话 你知道他们的设定里面来 把中国的设想是 其实没有那么强的 我们给大家看 他的条件是 解放军设计的条件是 孤立无援 然后东部战区独占天下 然后战术技术落后 然后导弹命中率低于15% 后勤不足 然后登陆后无法补给等等 也就是说 他把美中国解放军的实力 根据中国的说法是 你把我当成是我二战时候的 这个美军这样的水准 那他是同时设定是 CSIS是美日联军的这个解放军 导弹的拦截几率是高达了91% 也就是说你命中率低于15% 但是呢拦截的几率可是提高到90% 所以就知道说其实呢 这个美军在这次设定里面 是把解放军看得是比较没有那么强 对 结果还是美国 日本 还有台湾还是产胜 台湾甚至是几乎是被炸成废墟这样的状况 所以那其实呢 如果他再加上数量优势 那就很难说 所以那为什么他会把解放军的命中率 设定为低于15%呢 事实上最近几年的时候 其实发生一件事 包括说像解放军之前 不是从这个江西的基地 还有从浙江基地 往南海发射 疑似是东风21跟东风26的飞弹吗 就后来不是说有发射4枚吗 但是中国就说 只有两枚 那后来有两枚到哪里去呢 结果原来就有人说 是降落在什么 掉在中国的广西的这个经验 不好意思告诉大家掉在哪了 所以他们一直说只有两枚 但是美军就说不对 明明就是四枚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来说的话 你的命中率只有一半左右的数字 那你更不用讲 在去年的这个 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当时不是中国有四射这个飞弹吗 那四射飞弹的时候 你要知道 其实中国宣称是发射了16枚的飞弹 但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有铺爪雷达 那么多雷达系统 就说只有11枚 那日本 日本其实也非常关注这件事 日本就说只有9枚 更少了 所以也就是说 你16枚里面有很多飞弹跑到哪里去 大家不知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把它设定成这么 这个命中率这么低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的 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的时候 不是有这个中国的导弹命中吗 人家就说搞不好 他根本就是不是要命中那个地方 只是说 因为他也控制不住他的 那个所谓的命中的目标 所以才导致发射出一个偏差的一个情形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命中率如果如此之低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要忌惮呢 对 我觉得主要就是他数量很多 数量多 数量很多的时候 这时候美国要怎么打 事实上美国在这一次的CSS的认定里面 有几个 包括说像这个日本的基地要为美军所使用 台湾民众要能够有抗战的意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美军必须要有一个远程打击的这个能力 我们刚才不是讲 中国在开战的时候 它有非常庞大的空军实力 还有非常庞大的舰艇都来了 那么船舰摆出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远程就攻击它 因为进程的时候 你可能在这个加首纳基地 或是在台湾基地 很多都面临到攻击的时候 可能就封倒了 对 那你要怎么办 如果远程的飞弹能够击中你的这些 所谓的船舰的话 就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富比士就看了一个消息 他说 3600枚美国巡航导弹与中国舰队 然后一枚美军的这个军火 如何决定台湾的命运 他讲到就是这枚这个军火 会决定台海的这个命运 是什么军火 这个是JASSMER的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的时候 是在2018年美军首次亮相的这个状况 他这个主要是说 他可以从这个空中发射 包括说从B1啊 B21啊 或者是B2这样 载过来的时候 从空中发射 直接在轰炸机上面载过来 也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两军作战的过程里面 我远远的就可以发射这个所谓 JASSMER的这个飞弹的时候 我命中 我去击中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船舰 根据美国CSIS的报告里面来说的话 虽然美国的潜舰 也的确击毀了整个击烧 这个中国的这个船舰 但是真正能够让中国人 能够在这个战场上面来说 损失大量船舰的就是这枚飞弹 所以这枚飞弹非常重要 他就说得非常清楚 每个中队约莫12架的这个轰炸机 携带大概200枚的这个飞弹 那飞弹来说的话 第一个 它快速的 因为B21本身的就是隐身 然后再进去的时候 发射让你神不知鬼不觉 用这样来摧毁你大量的这个 包括大量的这个武器 大量的这个基地 用这样来进行一个逆转的这个局面 所以这个JSSM真诚型的这个飞弹 它才是赢得这一场战争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 而且你说它为什么这么关键 因为这枚飞弹太厉害了 它不只是可以攻击你的军舰 甚至还可以攻击你的港口 对港口基地什么 它都可以攻击 好那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颗飞弹要能够进入到 这个所谓中国的射程里面来说 当然有一个载台 那这个载台来说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在讲 美国在去年底亮相的 所谓B21的轰炸机的时候 美军的参谋长会说 这个B21的轰炸机来的正是时候 为什么来的正是时候 它是隐身的飞机嘛 隐身飞机来说的话 它可以从美国直接触发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呢 在这个美军已经设想得非常清楚 在两军中美这个打战的 打战的第一个时间 美军 中国军队一定会攻击日本的整个基地 它甚至也会攻击关岛的基地 所以关岛的基地 日本的基地 在第一个时间或许会遭到 非常大的这个打击的时候 美军要什么反击 美军这时候就是 载了刚才我们讲的 JSSM-ER的这个飞弹 从美国直接本土发射过来 美国本土用什么飞机呢 当然就是B21轰炸机 而且我们说这个B21 它真的可以飞很远啦 9000公里 9000公里 才从美国飞到你这个中国的本土 直接到华中了 毕竟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发射过去之后再回来 所以它等于是说 而且它神不知鬼不觉嘛 所以就知道 它不只可以发射 我们刚才JSSM-ER的飞弹 它也发射所谓的这个 这个智慧水雷 所以等于是说 在这个美国设想 如果第一个时间 我的这个低线 没有被你攻击的时候 我可以低线反击 但是B21的时候 我有个备案 就是B21载了大量的 这个JSSM的飞弹 去攻击你 好那这是美军目前的想定 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因为我们这次的 CSS的这个报告里面 有非常多 大家都说 好像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美国把中国大陆 看得太轻了 但其实实际上说 这个曾经担任过 美国国防部的 这个中国台湾蒙古科的 这个前科长胡震东 他就说到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他说没有错 中国目前的这个 他们设定的 中国的武力是比较弱 但是他们设定的 美国的军力没有那么强 因为目前他们设定的是 美国现阶段的武器 但是说实在 我们这几天也在节目上讲过 美军有非常大量武器 在这几年都改装 包括B21已经亮相了 所谓的未来武器概念 包括说F35的这个 我们讲到第二代的 这个主机板要更换之后 完全不一样啊 那包括说无人机 无人潜舰 无人船只 这些新的作战的方式 甚至他未来还有什么 Starship的新的连结啊 这完全都不一样 所以他说 35年之后 美军绝对会比现在更强壮多 这些都还没有在这次的兵器里面 强壮非常多的时候 那搞不好就会出现一个 天差力远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会很贴近这一次 你把这个美 这个中国军队设定为二战时候 美军的这个技术差异 所以我才说嘛 美国现在无论如何 绝对要在科 他知道数量 我绝对不是你的对手的时候 我就想办法在科技上 领先你非常多的四代 确保在真正作战的时候 我能够享有绝对的这个优势 好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个兵器里面 当然啦 这个解放军的数量是一个优势 但是美军来讲 我就是要提高我的科技 靠的就是晶片 对所以我就讲嘛 为什么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拜登在接待两个 最重要防美国的 一个是这个日本首相岸田的时候 一个是荷兰总理呂特的时候 他就讲到说 我们现在绝对是要防止这个 所谓晶片的 跟你做这个晶片战的这个状况 譬如说你看 呂特就说得非常清楚啊 他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 绝不能够丧失先进的半导体的技术 领先地位 那先进晶配也不能够被 大家不乐见的事后的这个 不乐见军用的这个国家 用在军事用途上面 所以也就显然非常清楚 他们其实有意愿这样 只是说因为 荷兰毕竟是欧盟的国家 所以他要跟欧盟互相的配合之后 他可能会进一步的讨论 会跟欧盟还有亚洲的盟友 还有包括台湾在内 对会磋商一个状况 那连坎贝尔说 大概其实是应该 具有相当建设性的这个谈话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这个联盟呢 会走得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美国把这个联盟建讨的时候 他还继续封锁你 我们其实目前为止来说 香港已经被中国 被美国列为所谓的 晶片出口的管制 因为他把你赤红是一个 这个跟中国一样的国家 香港不意外啊 那另外一个 他现在针对澳门 也实施了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澳门 其实澳门现在就变成是中国 我既然没办法从香港夺得 那我就从澳门 所以他现在也把澳门 列入一个管制 所以澳门也被堵住了 对 所以你现在想要买晶片 你也很难从澳门过去 那我们就讲 这让目前的晶片 对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因为你管制中国晶片的关系 导致中国晶片 目前为止来说 它的需求突然之间 它也没办法获得很多的晶片 那他们怎么做 走私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这是2022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的海关逮捕了一名 你看他看起来 你看这位 是一个孕妇啊 对 你看起来就是个孕妇啊 可是问题是 他的这个肚子不太对 他是假的 怎么会有尖尖的这个东西 就马上就把他拦下来 把他拦下来之后 发现到说你看 他整个这个胸前 还有这个肚子这个地方 贴的都是这些晶片 这些晶片是为什么 要贴这个晶片呢 他贴的是中国目前缺货的一些 相关的晶片 听说他贴 他只要进口进去来说的话 可以赚二三十倍的利润 天哪 虽然就当然做这样 他数百颗的这个半导体 走私到广州的这个 现在晶片超级值钱的 对 没错 那也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一直被封锁 包括说他整个设备啊 什么都被封锁之后 你看 他整个进口的 晶片的数量就大幅的下滑 因为你现在已经 很多没办法买 譬如说NVIDIA AMD的 很多晶片你没办法 Intel你也没办法买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进口量就大幅的下降的状况 那也暗示着你说 中国的晶片业者 或许已经面临到 这个美国科技封锁之后的 一个非常大的后果 其实美国现在来讲 就是希望发展 这个技术优势 来克服 这个中国军舰上 数量上的优势 那当然美国战争学院 这个教授会降效 他也呼吁说 其实未来的 就目前 目前到了2024年 2025年 其实美国海军的 水上舰的数量 基本上讲 都是会小于 中国海军的 那中国海军在未来两年之间 应该会超过 但是其实美国 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美国他们除了 有人舰队之外 他们未来 到了2045年 他们有一个领航计划 就是说 在这个领航计划的规划下 其实美国未来 可能是三分之二 是有人的军舰 但是三分之一的是什么 无人军舰 无人潜舰 所以其实美国在朝 这个无人化的方向潜舰 那除了 除了在海面上发展 其实他们的陆地上 也是有防范的 譬如说最近北韩发动了一大堆无人机 去侦测南海 那南海也看到 那没想到说 最近在青上北道 这个新洲地区 也就是部署 美国的驻海美军 部署这个萨德飞弹基地的地方 居然发现了有一个四轴的 同轴的悬疑无人机 入侵这个南海 所以驻海美军就很紧张说 赶快跟韩国的军警协调说 原来你们要赶快去注意 这个到底是北韩飞过来的 还是说你南海民众 自己调皮导弹去飞的 这个他们有做 那除了加强海上的武力之外 加强驻海美军的一些激烈防护 其实美国的整个滨海作战团 他们有做一些改革 那其实做了一些改革 其实最主要就是透过美国冰海作战团 他们讲强力说万一 万一驻海美军在第一岛列人 被打败的时候 其实怎么样 这个冰海作战团去收复 那收复了有几个动作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说 美国的陆战队 你不能讲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他会生气 一定要讲说美国陆战队 因为美国陆战队是第四军种 美国陆战队透过这个冰海作战团 用强攻取阵去夺取一些岛屿 夺取一些岛屿是干嘛呢 不是说占领 占领之后要做什么 他们会这个时候赶快利用气垫船 或说西腰上 西腰山洞运速机 赶快把相关的一些反舰飞弹发射车 运上去 就是像这个画面上 这个左边 这个反舰飞弹发射车 它有个英文名字很难念 它说海上远针进来什么 拦截系统 那其实就是把一辆战术卡车 你可以看到这个战术卡车 上面的放的两个 这个反舰飞弹发射箱 外形长得丑丑的 没有错 但是就是这个丑丑的 飞弹发射车能做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冰台做成 占领岛屿之后呢 这个一旦反舰飞弹放上去的时候 这个扇形火力的范围之内 基本上来讲 中国舰艇不敢看过来 那除了这个反舰飞弹之外 美国陆克西的马丁公司 他们居然说 爱国者飞弹很好用 很棒棒 他们现在发展到 所谓爱国者三型 MSC系统 它的涩缸可以增加到60公里 那没想到说路上的发射系统 居然说 罗马集团居然把他说 能不能放到美国海军舰里的 叫Mark 41的垂直发射系统 好像可以 所以其实美国的现阶段的军火舱 居然在做这种事情 就是说把这个陆上的发射系统 移拨到这个海上舰 那如果说 一旦这个发展成功 那未来 美国这个陆战队远征军 他除了反舰飞弹之外 他海上的 他还可以得到 这个防空飞弹资源 那更离奇的是说 美国还发展这个海上的 大型船舰系统 那基本上来讲就是右边 这个所谓的海上浮动机 海上浮动机做什么 就是说美国会预先购置 目前是预定要八艘 目前有四艘服役 有说这几艘军舰做什么 就是海上的弹药库 海上的军工库 海上的燃料库等等 都先预放到可能出事的地点 所以国民等一下 他现在重点变成是在海上吗 因为像之前 我们对于你刚刚讲到美军陆战队 他现在不是在攻城略地 他现在 我们之前看到他们不断进行夺岛演练 原来是要抢占岛屿 为了把飞弹车放上去 那么甚至你讲到海上爱国者飞弹 这是形成一个海上的防空伞的意思 对没有错 就是说既然海面上有防空伞 然后他们又抢占这个岛屿 然后张旗一张防空网之后 然后再加上这个反舰射程范围之间 那在这个反舰飞弹射程范围之间 没有军舰敢靠过来 那我们都知道了 目前现代化的战争 弹药的消耗量很快 所以其实美国他就预先把这个海上浮动基地 前推到可能出事的地方 包括冲绳海域 那当然他们会在第二线 比如说关岛先做浴藤的动作 其实这个海上的浮动基地 它不只是所谓的淡料库 燃料库 它甚至目前还会改变成什么基地 居然是大型的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些 水下无人载具基地也来了 就是说美国未来会透过这个海上浮动基地 当作这个大型无人水下载具的基地 然后再有快速的通过相关的转排系统 快速的把这个无人机器释放到海中 那这些水下的大型的无人载具还可以做什么 它又可以当成小型的水下无人载具的一个母船 所以说以后未来的状况是说 无人水下载具在前 有人载具在后 那未来美国打的是科技战争 跟无人水下战争